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一条来自中国上海的一条中国最新的政治新闻 目前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 那么在中共二十大获得极大的提升 目前是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李强也参加了这样一个开幕式 那么李强这一次出场的身份与过去明显不一样了 他目前是仅次于习近平的中共党内的第二号人物 但是李强的这次出场以及他的表现外界评价并不高 因为他通篇演讲当中他在传达习近平的讲话 习近平的旨意而没有任何独立的一些思想观点 那么中共的这个官员他也只能够这样的 特别在习近平的目前这样一种管制体系下 他只能够作为一种传声筒或者是一种小喇叭 那么昨天进博会就出现了一个政治意外 出现一个政治事件 就美国通用汽车旗下的别克 在这个进博会上呢 推广他的一款新车 那么他有一句广告用语呢 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这句广告用语是这样的 他为了形容他这个别克轿车座椅的舒适性 他就做了一份这样的广告宣传语 叫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的椅子 那么你看到这样一个汽车制造厂的这样一种广告语 你当然首先会联想到他这个轿车的椅子坐着一定会非常舒服 或者是这款车整体的舒适性会非常好 但是这个广告词很快在中国 无论是在进博会场内还是会场外 人们更多的去联想到的是习近平 他当上了这个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这把位置 他就看上了这个位置他坐上去就不想下来 就人们从这个广告语里面就联想到这把椅子也是习近平非常想坐的 而且他也抢到了这把椅子 而且他坐上去他就是不想下来 那么这么一个广告用语就演变成了一种社会上讨厌或者反感 习近平这样一种搞终身制的一种社会舆论 那这个当然就会被习近平的这样一种统治体系所不能够容忍 他当然会取缔这么一个广告用语 那么有的网友可能会问了 这个别克是不是故意挑选 你怎么会突然弄出一把坐下坐上去就不想下去的椅子呢 你这个很明显是冲习近平来的 那么别克用这么一句话做广告词是不是影射习近平的 LT考察一下他也未必 因为媒体报道他这个广告语的时候呢 没有把前因后果写上 就单独写了一把坐上去不想下来的椅子 实际上呢 别克的广告呢 他是邀请人们来在现场来坐他这个轿车的椅子 他广告词全文写的是 倒计时还有一天邀你入席 这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的椅子 就他是在现场呢 他是在要求这种参观展览的人呢 上去坐一下他这个椅子 你就知道我这个车有多舒服了 所以从这么了解来看呢 上海通用啊 他还并不是故意针对习近平 但不管怎么样 这句话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共鸣 产生的效应 就是针对习近平搞终身制 所以大家也可想而知 这个广告的下场立即被取缔 而且呢 这个广告的代理商也被取消了参加进博会的资格 所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政治新闻 严格来讲应该算一种政治八卦新闻 第二条与网友们分享中国的最新的这个政治新闻是 今天中共新华社他发布了一个官员处置的决定 那么这个标题呢是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 抨击反腐败工作 内鬼卫兵被开除党籍 你看这个 这个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他这个黑龙江省委巡视处的原副处长卫兵被中共处置 处置他的理由嘛 新华社的报道就是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 抨击反腐败工作 那么他恶意诋毁哪个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怎么去恶意诋毁和抨击的呢 那么黑龙江当地的这个网民呢 就在新闻下面的评论当中 很多人都指出来 这个卫兵呢 说习近平是包子 然后呢 这个呢就成为他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证据 当然了 他抨击反腐工作 他肯定还是有一些其他对习近平的一些不满 那么这个新闻让LT呢 感觉着值得关注的呢 是这可能是我们在公开舆论当中了解到的 第一个因为叫包子而入罪的人 你如果说你喊过习近平为包子的都要入罪的话 那在中国可能会以数以千万计的人都要入罪 你特别是在2013年到16年期间 很多人都称呼习近平称呼过包子 那如果是这样来算账的话 那很多网友可能都要被入罪 所以这个新闻呢 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 他反映了习近平呢 他秋后算账啊 就对之前前几年有人说过他的坏话 他还耿耿于怀 因为叫习近平包子 这是一个过时的外号 这个是在叫大打包子 庆丰 就这些外号呢 大概在15年以后就没有人去叫了 所以说你能够看出来 就习近平他对所谓的秋后算账 他还是很记仇的 很久以前的他都要去算账的 所以从这个政治新闻呢 我们也可以更加理解了解习近平的胸怀心胸 那么当然了 黑龙江这个巡视组的原副署长魏斌被处置 他未必是习近平亲自操刀处置的 但是他在习近平目前他这样一种舆论管控体系下 他的人马或者中共党内进向向习近平来表忠心 来深挖这种啊 诋毁或者曾经诋毁过习近平的人 那么这个呢就给社会传出一种啊 非常恐怖的政治气氛 所以这个新闻也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在以上两条中国最新的政治新闻分享之后呢 LTE想与网友们重点一起来分享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 也是LTE认为呢 水平比较高的一篇文章 因为周末嘛没有太多的经济事件 我们呢利用周末时间 我们来分享一些国外高水平的 有关分析中国问题的一些文章 外交政策这篇文章 他把主要聚焦点还是聚焦在习近平 为什么在分享以上两个政治新闻之后来分享这篇文章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啊 大家都是还是把焦点放在习近平身上 你看二十大刚刚结束 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动作它是不断的 那么怎么来理解习近平 习近平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那么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理解习近平是很少有媒体啊 采用这种角度的 我们一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强行理解习近平 或者是就解释习近平 那么外交政策这篇文章呢 他试图站在习近平的个人角度 站在习近平的利益上 他来为大家来解读一下 就习近平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习近平 未来习近平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这种研究方式在之前还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值得网友们来了解 外交政策这篇文章 你看他还是很有水平的 他也不落熟套 你看这篇文章的开头 他并没有直接去讲习近平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他这篇文章开头 还是帮我们一起来回顾了一下 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市场被带离的这个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呢 可能已经变成旧文了 网友们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 但是你看这篇文章 他不落熟套在哪呢 他说胡锦涛被带离中共二十大闭幕市会场这件事 他认为是有两种可能性 他认为一种可能性是 胡锦涛他试图查看摆在所有最高领导人面前的红色文件夹的内容 那么被制止 外交杂志 外交政策 他这篇文章 他认为这到底是一种狡猾的抗议形式 还是想抢习近平权力疑似的风头呢 他就讲从胡锦涛角度来讲 就我们大家一分析呢 所有的分析都分析在是习近平在羞辱胡锦涛 那么外交政策这个 他首先他研究习近平之前呢 他来分析胡锦涛被带离这个世界 他给人们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 他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 胡锦涛他故意表达出一种非常狡猾的抗议形式 甚至在二十大上他故意想抢习近平的某种风头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他只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 他也提出一个设问 他说将胡锦涛带离这个会场 是否也代表了现任最高领导人 对前任最高领导人公开驱逐的史无前例的行为 他这个开篇呢 提出这么两个问题 就让人们有点发懵 你是到底是站在哪一会儿 你是想帮习近平开拓呢 你对胡锦涛落井下石呢 还是你真的是来解析习近平呢 这就是他很有意思的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的 至少从他文章的表达来看 他并没有排除胡锦涛在这个里边 想干点什么事 当然他也没有否认习近平公开驱逐 这个胡锦涛的严重性 那么文章第二段 他就在试图在解析 就习近平为什么二十大一结束 要跑到延安去 他跑延安去究竟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尽管我们几乎每一个网友都很容易简单的 能够说出来理由 说出自己的判断 你去延安嘛 无非是学毛泽东 那么外交政策这篇文章 你看他的解析 他的角度呢 与其他的媒体还不一样 他说你要理解习近平为什么 二十大结束以后要去延安 你首先得了解 延安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 就毛泽东在延安干了哪些事 你这个才能够理解 习近平为什么要去延安 外交政策这篇文章 他认为延安是所有中国共产党人 对毛泽东的卓越地位的怀疑消失的地方 正是在那里 他的个人崇拜全面开花 而人们将他视为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传统 也是在那里扎根的 所以说延安对于毛泽东来讲 他就是毛泽东 从延安开始 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可以决定红于黑 也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可以决定 什么是左 什么是右 谁上谁下 谁入局 谁出局 毛泽东的决定往往伴随着残酷的辞行 无数的人的命运被他所决定 你看他这个角度 LT觉得就比我们多数人认识的要深刻一些 因为延安对于毛泽东来讲 不仅仅是确立他红太阳的地位 而且从延安经过几轮整风 中共党内没有任何人再敢怀疑毛泽东 没有任何人再敢批评毛泽东 而且毛泽东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 这种偶像 个人崇拜 开始到了极点 那就是从延安开始 也是毛泽东在延安他所取得的成就 那么习近平带领这个新当选的 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延安 他显然是在寻求毛泽东 在延安时期的这样一些工作灵感 和工作成就 效仿他的工作成就 那就非常清晰的表达出来 习近平他希望 他能够像毛泽东一样 能够决定红与黑 决定什么是左 什么是右 决定谁上谁下 谁入局 谁出局 所以这个呢 我们对习近平的二十大一结束 去延安这件事 尽管很重视 但是仍然低估了习近平的用意 他想要的更多 因为我们还在一种啊 对习近平刚刚大权独揽 实行了自由阻隔 实际上习近平他要的更多 他希望中共党内不再有人怀疑他 而且呢 中共党内要发动对他的个人崇拜 他要成为全能神 所以他要的并不是终身制 仅仅是终身制 仅仅是这个大权独揽 他要的更多 他希望中国共产党把它当成太阳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吧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段落他描写的 第三个段落 他这篇文章里面描写 他说习近平是在模仿毛泽东吗 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目前西方的主流舆论 在研究习近平的问题上 都认为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 这篇文章呢 他也列举了一些 确实有一些迹象 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 比如习近平非常痴迷 人们叫他领袖 再比如习近平非常荷恶 人们称他为舵手 这个都是毛泽东的这些名号 他都愿意人们去像称呼 毛泽东一样的称呼他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似乎在刻意模仿毛泽东 但是这篇文章他认为 习近平他也很难去模仿毛泽东 因为他没有毛泽东那样一些历史背景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他成不了毛泽东 这篇文章他也点到为止 也没有再继续的去探讨 那么第四个段落他就提出了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 就是说习近平的未来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习近平他下一步究竟会去怎么做 那么这篇文章他给我们 引入了一个非常有意识 非常有价值的思维方式 这篇文章称说你回顾中国的历史 你就能知道习近平他要走向何处 他的结局 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他说在很多时候 那些看起来最强大的统治者 其实在强大的表面之下 内部是最脆弱的 或者是有很大弱点的 就这篇文章认为不要高估了习近平的权利 这篇文章从中国历史上 他们找到一个范例 就这篇文章他认为习近平 他并不像毛泽东 就毛泽东打天下 他是个革命者 他是个神 习近平他并不像毛泽东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找了一个 比较像习近平的经历的这个人 就是清朝的雍正皇帝 那么为什么说习近平更像清朝的雍正皇帝呢 这篇文章他指出 尽管雍正是他的父亲康熙皇帝指定的接班人 但是雍正与他的兄弟们之间的争执一直不断 因为雍正他既不是最年长的 他既不是长子 他也不是康熙这些子女当中最优秀 最有能力的人 所以说雍正当了皇帝之后 他对自己的合法性缺乏安全感 就他内心是很恐惧的 然后呢 当时社会上有一些谣言 流传一些谣言 说他伪造了父亲的遗嘱 那么雍正他为了保护好他的皇位 保护好他的权利 他就采取了一些非常严厉的整治措施 他把他的一些兄弟关进了监狱 其中有几个死在了牢里边 所以说今天习近平 他对内表现出来的一种跋扈 对内啊 他所谓的治党的一种严厉 就这篇文章认为他非常像雍正皇帝当时的心态 他是有恐惧感的 他怕失去他的权利 那么这篇文章另外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 也很新颖 他说习近平呢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他在破坏规矩 他在破坏规则 那么最直观的破坏规则呢 是他打破了党内的任期制 那么这篇文章认为 你如果仅仅是看到了习近平打破党内的任期制 他想搞终身制这一点呢 你可能还低伍了习近平 就习近平他想的做的比这个要多的多 所以这篇文章为什么有价值呢 他确实超出了我们以往的一些思想的局限性 他认为习近平他砸烂的这些规则 既包括约束他的规则 也包括使他受益的规则 你看这个观点以前没有人讨论过的 他砸烂约束他的规则 比如说你两个人其制限制 他把他砸烂了 不允许限制他 他想干多长干多长 第二 他也砸烂了让他受益的规则 什么意思呢 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当中共的第一领导人 是中共党内的游戏规则产生的 就中共党内有一套很奇特的 内部确认接班人的这样一种机制 那么习近平在砸烂约束他的 任期限制的机制的同时 他也砸烂的让他受益的 就是产生接班人的这个机制 他也把他砸烂了 你比如说习近平 他砸烂了中共党内党章里面写的 共青团是接班人的 这样一个党内的规矩 他把他砸烂了 他不再重用共青团系统的 年轻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干部或者人才 他也拒绝 他也砸烂了中共党内的推荐机制 就接班人的安排 你看江泽民时期 胡锦涛时期 都明确党内的下一任接班人 他把这个机制给他砸烂了 所以他这个观点还是很犀利的 他既砸烂 约束他的机制 也砸烂了让他受益的这个机制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这样做他究竟要走到哪一步去 那么外交事务这篇文章 他就揭示了习近平他的内在的一些想法 这篇文章指出 在中国的传统当中 比受规则约束的领导人 更常见的是 无限任期的皇帝大统帅 凡事不受约束的 无限任期的这些皇帝 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人 你包括毛泽东 包括乾隆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 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要的位置呢 这篇文章认为 这个理由很简单 你要从这些帝王的个人想法来理解的话 他就有两大目的 第一实现个人野心 能够形成自己的政治遗产 那么这篇文章 他也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 就帮习近平开拓 就习近平他破坏这个两个任期限制呢 就这篇文章说 他不仅仅是破坏两个任期限制 他也破坏了中共的一个潜规则 就邓小平制定的两个任期的限制呢 同时加了一个尾巴 就是这个老人可以指指点点 比如邓小平对江泽民可以指指点点 那么江泽民后来对胡锦涛也可以指指点点 所以习近平这一次呢 他破除这个终身制呢 不光破除了这个 他也把这种老人的这种指指点点 这种制度呢 他也给破坏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习近平呢 他对现有的中共内部的秩序 他是通通砸烂 他要形成一个习的王朝 这是习近平呢 他的想法非常简单 也非常固执 所以说人们呢 把他的想法太复杂去理解 去分解去理解 那个是庸人制扰 习近平他非常简单 他就 我不管你什么规则 全砸烂 所有的都从习近平开始 重新制定 一切按习近平新的逻辑 新的方式来制定规则 那么这个规则 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 那么这篇文章认为 习近平呢 他确立的新的规则 就是要把自己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 那这篇文章 第五段 描述的也很有意思 他做出了一个结论性的推测 或者判断 这篇文章认为 习近平成不了毛泽东 你看习近平 开始一直在模仿毛泽东 包括最近去延安 也模仿毛泽东 那么他的结论 为什么说习近平不可能成为毛泽东呢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他说孩子们长大了 过去人们真的相信 太阳升起 是因为中国有毛泽东 而习近平有什么类似的东西 可以吹捧呢 这种比较的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 毛泽东呢 都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革命者 而习近平呢 他本质上只是一个官场高手 把官僚游戏玩到旗帜 文章进一步剖析习近平 说习近平把中国的重点放在内部 他把所有在之前 中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比如经济增长 外国旅游 学习英语 外国研究 他都自知不理 而这些呢 都是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 和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景 所一直固有的 但是这些习近平 他都不感兴趣 习近平感兴趣的 只有中国要在世界上 有更高的地位 但是怎么让中国 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呢 习近平除了所要之外呢 他并没有一个系统的逻辑 就非常生硬的要求 给中国更高的国际地位 给他个人更高的历史地位 他就是要 那怎么去做呢 邓小平实际上也在做这件事 但邓小平他一直强调 经济增长啊 对外开放啊 融入国际社会啊 习近平这些他都不要 他就是要生硬的 要这个结果 那么习近平未来的结局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或者习近平未来会把中国带到哪去呢 这篇文章的结论呢 LT认为呢 他还是比较实在的 他说 我们真的很难搞明白 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还没有看到 他的真正的议程是什么 这个LT认为是一个 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因为习近平他现在 出了他所要权力 要地位 这个是非常明显 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那么至于他拥有这么样 超级权力之后 他想干什么 这个坦率来讲 你还真说不上来 他想干什么 你比如他也提出过 所谓的共同富裕 什么民主伟大复兴 那么这些靠什么手段 靠什么逻辑来实现 他并没有 没有这样一些过程计划 所以习近平 他最终目的是什么 他究竟要把中国带向何处 那么目前还只能是 出一种观察的状况 所以总的感觉 外交事务这篇文章 他帮助我们去用 更深入的一种角度 去认识去理解习近平 特别是站在历史的这样一种高度 来看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他的表演 第二个方面呢 想与网友们分享 有关财经方面的新闻 这个周末的 这个周末有关中国的 这个财经方面的新闻的 大家焦点呢 都放在这个刘强东卖股票上面 那么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就今年以来 京东集团的这个董事局主席 刘强东 他已经三次将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京东集团的副总裁 谬新 那么刘强东 是不是把自己股票都卖光了呢 没有 刘强东呢 在京东集团仍然占13.8%的股权 同时呢 他根据协议 他目前仍然掌握了76.1%的投票权 中国的财经媒体啊 对于刘强东转让股份这个事 他们还是保持了一种啊 高度关注的这样一种状况 它是不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今年的4月 刘强东就开始进行了一些股份的内部转让 那么在9月16日 京东物流 他发布了公告 宣布 刘强东将西安京东持有的45%的股权 45%的股权 转让给谬新 也在同一天 京东健康在港交所发布公告 刘强东将数千天宁持有的45%的股权 也转让给谬新 那么在10月底 刘强东又将所持有的京东邦能投资管理公司股份转让给 谬新那么在刘强东转让股份引起中国财经界的高度关注的同时 LT也注意到这两天突然有一篇所谓正能量的文章 在宣传刘强东的文章也在各大网站流传 那么这篇文章里面写了说刘强东捐款捐了100亿 刘强东敢批评马云 然后还讲了刘强东的财富观 说刘强东的一家人生活一年也只需要100万人民币 并不花什么钱 也不需要钱 就这篇文章在各大网一看就是一种公关文章 但这篇文章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你怎么可能100万为是刘强东一家的 你光在这个西班牙买的豪宅一年的这个物业管理费 你也不止100万人民币 所以这个这篇文章明显是为了针对舆论在热议 刘强东三次卖股这件事而做的一种啊 软性公关文 那么中国舆议论刘强东三次卖股份或者转让股份这件事 他们想表达什么样的含义呢 LT也关注了一下 很多网民在议论刘强东三次卖股呢 大家不约耳同的把焦点放在了 刘强东呢 已经润了股权的这样一种啊 名义代词的这种转让 是他为这种润的生活方式呢 他做的一种的制度性的安排 便于他进一步的润 或者进一步的抽逃离资本 这个是中国舆论普遍能够看到的 那么与刘强东这个新闻广泛热议的同时呢 另外一条相关的新闻也在中国呢 也在被广泛议论 就许家印在香港的三顶不离境别墅 由建行亚洲接管 那么接管的这栋别墅呢 是指七亿港元 尽管许家印呢 对这栋物业呢 他做了很多持有者的变通 通过个人公司转了几道手 但是银行呢 仍然追到这是许家印的资产 那么这个新闻与刘强东转让股份 这个新闻同时在中国财经媒体上呢 热传 人们对许家印这个呢 就形成了一种对比性的舆论 所以许家印呢 论晚了 你现在的人没有跑出去 那么你这些资产呢 会一个一个的被收缴 因为你这次来收缴这个许家印资产呢 是国有银行啊 国有银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 建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 那么许家印其他的资产 也会逐步被没收 所以这两个新闻呢 在周末这个舆论里边呢 就很多网民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这些中国的这些成功企业家 资本大佬 看来呢 到了不得不跑 不能不跑的时候 跑晚了就跑不了了 你看刘强东人跑了 资产晚一点跑都不要紧 你只要人在国内 你什么都跑不了 从这个角度呢 与之前大家热议的这个潘石屹也是一样 潘石屹人跑了 资产也跑了一半多 那么剩下这一小半呢 跑不了 你确实就是跑不了 未来只有一条路 被共产党没收 但是呢 与许家印相比呢 潘石屹他跑路是成功的 甚至潘石屹与刘强东相比呢 潘石屹也比刘强东跑的成功 就刘强东现在套现 转出去的钱 远远不及潘石屹 无论从比例上还是规模上 那么这种许家印也好 潘石屹也好 刘强东也好 他们的这样一种结局 目前的这样一种境遇 他会让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 进行反思 所以说最近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家 在安排这样一种资本的抽头 所以这种现象啊 他应该去 值得中国的这个权力当局去反思 怎么善待这些企业家 怎么能够让这些企业家 解除顾虑 这个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但是可悲的是 包括从我们刚才分析习近平来讲 中共当权者 目前没有任何的挫折感 或者是反思 他们认为呢 抢夺啊 这些富豪的财产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根本不认为 这些人跑了 或者这些人离开了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他们不认为有什么影响 所以说官方有这么一种态度的话 他也预示的 这些企业家的近况啊 可能会更惨 同时也会催促 更多的人 提早撤离资产 提早肉身先润 如果人在中国 人被共产党控制 你什么都润不了的 当然呢 LT也注意到在中国的这些企业家 就有些人呢 不到死到临头呢 他仍然很享受这种刀尖舔血的 带来的这种快感 更多的这些中国企业家呢 仍然是在一种呢 温水煮青蛙的这种状况 因为水还没有到沸腾 目前还能够活下去 坦率来讲 习近平的这样一种执政的理念 他的权力观 与市场经济是完全不兼容的 你如果有很大的资产 包括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 如果有很大的资产 你的确要考虑要润 没有资产 普通的工薪阶层 那又是一回事 最后与网友们一起分享 有关中国的疫情的状况 今天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疫情 达到了过去三个月以来的一个 风值接近4500例 所以这个增长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从中国二十大结束以后 那么这样一个疫情公布的数据 节节攀升 那么与感染病例迅速上升的 这个现状的同时呢 中国的舆论对官方的疫情管控方式 也出现了一种广泛的议论 那么今天中国社交媒体 普遍关注内蒙呼和号特式的管制 因为他们出现了有的居民 无法长期忍受 长时间被封在家里 而走上了这种跳楼的这样一种悲剧 那么社会对呼和号特的这样一种 非常变态的管制 反响非常强烈 那么今天呼和号特是官方 他做出了一些回应 说从今天开始 呼和号特封门封小区 不再上锁 不再上插销 一律改为贴封条 那么从呼和号特官方的这样一种解释 大家也许能够体会到之前 他们是多么残暴 就给门洞上锁 给居民家里面的门外也上锁 上插销 那么出现了这样一种人命之后呢 呼和号特是当局决定了 不再采取这种方式了 但是并没有表达出 会不会追究之前这样一种非法的管制 没有的 中共在这次防疫过程当中 他表现出来的各种无法无天的 都是既往不咎的 他可以改 他可以调整 但是他对已经造成的这种人道灾难 他们是不认账的 他们不受处罚的 不受管制的 那么与此同时 今天中国网络上 又在热传一批 中共的猴蛇们 也被变态管控 限制了 有家无法回 是个什么事呢 就与我们之前提到的新闻有关 在上海进行这种进口博览会 这是中共目前最大的一种经济活动 对外的经济活动 中共的主流党媒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都参加了报道 但是这些报道的 参与报道的记者 今天在网络上纷纷抱怨 他们回不了北京了 为什么回不了北京呢 因为北京市对他们这些记者 去过上海的记者 全部实行了所谓的弹窗 就他们不符合返回北京的条件 那么这些记者就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 特别是党媒的记者 他们都是历来是有一种优越感 有一些特殊感的 但是北京市这一次对你 所有的在上海的北京人 全部实行弹窗 因为你上海有疫情了 那么这些记者就回不了北京 回不了北京怎么办呢 是在哪个地方去接受隔离 或者是在谁的监督下去隔离 没有人搭理 所以他们就成了一种弃儿了 所以这些记者在过去的三年内 他们只看到了很多民众 受到这种变态管制带来的痛苦 这些党的喉舌 顶级党媒 他们从来都是很冷漠 他们从来没有这样一种 同情民众的报道 终于有一天 现在这种变态的管控 轮到他们身上来了 他们目前也很惨的 就他们回不了北京 是你买不着票 你的健康码 人家北京做了手脚 你回不了北京 那么你待在上海 你怎么待在上海 你待在上海 即便你自我隔离 北京认不认账 你是一种隔离 现在也找不到人 也联系不上人 所以这样一种 被滞留 强行滞留在上海 这种状况 还能够持续多久 这些记者都发懵 当然LT相信 中共这些顶级党媒 他们会通过上层 与北京市政府沟通 这些人呢 应该会解除 对他们的这样一种 所谓的弹窗 但是更多的普通的民众 你就得忍受 这样一种变态的管控 就得让你有家难回 所以至于昨天我们讨论的 就中共会不会取消清零 或者中共会不会 逐步取消清零 那么从目前来看 中共各地方政府来讲 他们是无暇顾及 什么时候结束这种清零运动 而且在疫情 比较严重的地区 这种管控的措施和力度 是越演越烈 越来越严 而不是越来越松 所以中共它至少到目前 它还没有找到 如何能够让这种变态的 清零运动软着陆的办法 也就是说 它目前还没有一套措施 所谓的逐步结束清零的 这种措施 所以人们还要做好 更长时间 在这种变态管控下 生活的思想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 与网友们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